第164集 沉重打击 父亲 您难道忍心看着小妹不仅被废 而且还因为一把刀身陷危险之中吗 墨天云情真一切 担忧的说道 父亲 请您三思啊 墨天云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 只要家族对小妹加强保护 小妹又怎么会受到伤害 墨天机不由得愤怒 而且此刀乃是恩人所赠 难道你想要我们墨氏家族 做一个无情无义 忘恩负义的家族吗 忘恩负义 墨天机 对恩人赠送的东西不负责任 那才是真正的忘恩负义 墨天云针锋相对 再说 你前面这无情无义四个字 做何解释 难道你认为我们墨氏家族 就是无情无义的吗 墨天机冷笑了一声 究竟是谁无情无义 是谁帮恩负义 大家心里有数 墨天云 对自己的亲妹妹 你如此酷酷相逼 她才九岁半呢 可是她三姨妹已经废了 我这正是在保护她 墨天云大怒 墨天机 你休要将别人都想得如此的不堪 这大庭里面 每一个人对家族的忠心 对小五的爱护 都不亚于你的 可你不要忘记 那把刀上有个小妹的名字 这是天意啊 墨天机语气森然 你要逆天而行吗 众人脸色一变 逆天而行 自古以来 天这个字 一向是至高无上 谁敢冒犯 那只是个巧合 墨天云冷冷一笑 就如我墨天云的名字 在很多点击上 也能找到天云二字 甚至一万年前就有这种记载 你若这么说 我墨天云 岂不是奉天成运了 奉天成运 你也配 墨天机狂怒起来 两位公子针锋相对 两个人的眼睛都发着光 就连一向以冷静出名的墨天机 此刻也两眼胸光闪烁 兄弟二人就这么当着家主 当着长老会所有成员 当着家族大庭广众 当着祖宗排位 以处即发 够了 墨星辰一拍桌子 你们两个莫非要造反吗 亲兄弟之间当众大起卧处 你们看还有半点羞耻之心啊 都给我坐下 墨天机与墨天云狠狠地对望一眼 各自哼了一声 坐回座位 老祖宗 这柄刀 墨星辰试探地问道 这把刀乃是无价之宝 岂能放在一个身为废物的小女娃娃手中啊 墨无心翻了翻眼皮 你身为一家之主 难道这样的事 你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做主不成吗 老祖宗 墨天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样的话会是自己的老祖宗说出来的 不必多说 墨无心哼一声 这也是迫不得已 若是墨清武没有被废 拥有这把刀无可厚费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前途 难道还要霸占着最好的资源不放吗 这把刀 既然是恩人送给墨清武的 但墨清武无论如何 也还是墨世家族的人 也就是说 这是恩人送给墨世家族的 那么 家族代为保管 有何忘恩负义之处啊 墨无心眼皮一番 金光四射的眼珠 看着一脸不屑冷笑的墨天机 天机啊 莫非你对老夫说的话有意义吗 有 有大大的意义 墨天机猛然站起身来 他也不知道 一向冷静的自己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冲动 这柄刀不属于墨世家族 它只属于我妹妹 墨清武 放肆 墨无心手一扬 隔空狠狠的一巴掌打在墨天机脸上 滚出去 附近 墨天机咬着牙 悲愤的看向墨清晨 滚 墨无心一扬手 一股大风骤然卷起 墨天机呼的一声被摔了出去 扑通一声 墨天机远远的摔在地上 游自在叫着 这把刀是妹妹的 我们墨世家族不能做这样的事 老祖宗 附近 还有三思啊 让他闭嘴 墨无心冷冷说道 是 墨天云一挥手 两个人走了出去 随即 外面的墨天机大吼一声 你们会后悔的 然后 就是一阵 一一乌乌的声音 外面就没了动静 墨天云一挥手 家族为你保存这把刀 你可愿意 墨无心淡淡地看着幼小的墨天吴 可 可那是我的 墨天吴怯生生地看着墨无心 咬着嘴唇 强忍着不哭出声来 放肆 难道你不是墨家人吗 墨无心一挥袖子 此事就这么定了 作为补偿 墨清武可以稍稍保留一下往日的生活待遇 墨行臣长叹一声 就医劳祖宗 那是我的刀 墨清武倔强地站着 咬着嘴唇 小声却坚决地 我的 是楚阳哥哥送给我的 但是 却没有人理他 恩人所赠 若是这个恩人 是上三天的超级高手 或许此刻会是另一种局面 但是他却是来自下三天 中三天的世家大族 又怎么会将下三天的一位所谓的奇人放在眼中呢 墨行臣叹息了一声 送小姐回去 父亲 墨清武突然嚎啕大哭 他蜷缩在地上 绝望地说道 把我的刀还给我 墨行臣铁青着脸 眼角在微微地颤抖 但是 却没说话 两个仆妇走上前来 扶起墨清武 小姐 咱们该回去了 我要我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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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清武眼神突然变得空洞 看着自己的父亲 嘴中不由地喃喃说道 带他回去 墨无心一声断鹤 随即袖跑一挥 刷得一声无影无踪 两位仆妇一用力 架起墨清武 向外走去 我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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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清武双脚离地 被架着往外走 他还激烈的挣扎着 父亲 父亲 就算不还我刀 把刀铁给我好不好 我只要刀铁 行不行啊 哭声越来越大 墨行臣长叹一声 刷得一声刀出鞘 随即手一抖 刀鞘就化作油龙 飞了出去 正好落进墨清武的怀里 正在大哭的墨清武 眼睛微微一亮 紧紧地抱住刀鞘 眼睛紧紧地闭上 将自己柔内的小脸 贴在刀鞘上 泪如泉涌 楚阳哥哥 对不起 我把你送我的刀弄丢了 楚阳哥哥 我好想你 我好可怜啊 小小的心中 突然想起那个晚上 楚阳捧着自己的小脸 轻轻地说 小五 你要记住 如果有一天 大家都不喜欢你了 楚阳哥哥还是喜欢你的 楚阳哥哥 墨清武伤心地哭了 哭得很厉害很厉害 看着墨清武出去 墨天云的颜色突然变得火热 看着那柄在墨行臣手上 红光闪烁的刀 父亲 这把刀 这把刀的主意 你还是不要打得好 墨行臣淡淡说道 是 墨天云低下头去 墨行臣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 两久之后 叹了口气 云儿啊 孩儿在 身为当权者 心狠手辣一些 并不是坏事 这是上位者必要的特质 但是 墨行臣沉默了一下 但这人世间 毕竟还有些东西 完全抛弃了 也不好啊 墨天云沉默了许久 父亲 我记住了 墨行臣 墨行臣长长地叹息一声 想说什么 却又止住 两久之后 才用一种苍凉的声音说道 墨市家族 这一带 一下子出了三个天才 而且都是低处 天云 阴柔很辣 有大将之风 天机算物一策 心思枕立 清武更有可能成为 红尘轩真正的主人 这样的盛况 我本以为墨市家族 这次将直接冲上上三天 可没想到 我欣慰的时间 居然不超过三年 墨天云也吸了口气 没有说话 墨行臣站了一会儿 用复杂的目光看着他 过几天 我会派天机去苍龙展区 而你 则继续去下三天历练 尽可能寻找一下 九节建筑的下落 你们会分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墨天云挺了挺胸膛 明白就好 墨行臣拿着刀转身而去 墨天云恭敬地垂着头 看着父亲远去 大厅中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慢慢地抬起头 露出一个阴柔的笑意 父亲 我明白的是 我的地位很危险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 就完了 苍狼站区虽然远 但毕竟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墨天云微笑着摇摇头 血脉亲情 天地之间 有哪一个人不是血脉亲情呢 大家岂不都是这天地的孩子啊 倘若这么说 这个世上 岂不是天天都在手足相残 手足相残 也要彼此将彼此当手足 才是手足相残 可事实上 手足是不会相残的 既然是看作自己的手足 又怎么会相残呢 墨天云轻轻地笑着 只有不当作是手足 才能相残呢 他露出一个很阳光的笑容 背负双手 湿湿然地走了出去 临出门时 他回过头 看着一张自己父亲坐着的椅子 微微地笑了笑 墨清武所有的待遇都被撤销了 只保留了留在内院的资格 留在内院 可以跟在自己母亲身边 这是兴孟清武刀 所换来的唯一待遇 墨天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仰天惨笑 声音凄厉 笑容惨烈 这一刻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在下三天 与楚阳离别前夕的那个晚上 墨要逼我与你们墨氏家族开战 楚阳淡淡地说 我若是知道小武受了委屈 你们墨氏家族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墨兄客气了 这柄刀只是一个心意 自然也有深意 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这样付出的 楚阳直言不讳 墨兄心召即可 想起楚阳说过的这句话 墨天机惨笑起来 他隐隐地预感到 墨氏家族这一次抢夺墨清武的新孟清武刀 以及墨清武现在的待遇 将会引起极大极大的事端 想起楚阳说这几句话的时候 那认真严肃到异常的脸色 墨天机就感觉到 一股隐隐的危机 在冥冥之中 正慢慢地向着墨氏家族靠近 想到楚阳的那几个兄弟 顾独行 罗克迪 季墨 董无伤 墨天机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并没有在家族会议上提到楚阳他们的名字 提了 只会让墨天云耻笑而已 因为这些人 在各自的家族都是二公子 都不是被看中的继承人 但就是在那一天 墨天机却看得出这些人的潜力 而楚阳既然将他们整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股无比可怕的力量 但是这股力量需要空间 需要成长的空间 倘若墨天云知道了 他会有无数的手段将这些人分散打击 所以墨天机不会说出来 他要留给这些人这样的空间 因为楚阳他们要做的 就是自己要做的 第16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